吕布的一生起伏很大 原先是并周刺使丁元挥下主宝 先杀丁元投靠董卓后再杀董卓 被李怯郭四赶出长安后 又突袭远周 差点端了曹操的老巢 被曹操赶跑后 刘备收留了他 结果刘备养虎为患 在征讨元术时 被吕布洗洗了徐周 徐周一守吕布成为徐周之主 吕布之所以这么能折腾 除了本身武力强悍之外 和他身边有一帮能打之人有莫大关系 其中最为骁勇的有四大虎将 那么除了广为人知的高顺和张辽 还有两人是谁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高顺 濮阳之战高顺和他的现阵营一战成名 从高顺的人生轨迹来看 他很有可能是和吕布张辽一样也是并周军出身 而且是吕布的直接下属 高顺能力突出 三国最强的重冠步兵现阵营 就是由他一手训练成军 现阵营最为辉煌的战绩 一是击败关于张飞统领的刘备军队 这只以丹阳兵为主的军队战斗力 同样不容小觑 现阵营硬碰硬占据了上风 二是击败了夏侯敦统领的曹操大军 夏侯敦还为此失去了一幕 可惜的是高顺虽然骁勇对吕布却是忠心耿耿 吕布兵败后高顺不愿投降被杀 张辽 张辽和吕布的关系有点细剧性 原先他们是同辽关系都是丁元部下 只不过后面吕布杀丁元和董卓后 摇身已变成了张辽的上司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张辽在吕布军中 还是有一定独立性的 三国志张辽传记载 汉末 并周刺史丁元 以辽武力过人 赵维从事 张辽以武力被丁元征兆可见张辽之骁荣 吕布在横扫远周击溃关于张飞 和夏侯敦的历次大战中功劳最大的有两人 一人是高顺 另外一人就是张辽 不过吕布战半后两人选择却是截然不同 高顺不将被杀 张辽投降之后 能力得到迸发 成为曹操外姓大将第一人 成连和魏月 虽然有张辽 脏霸 郝蒙 曹信 成连 魏旭 宋贤 侯成八人并称的吕布八剑将之说 但是不得不说这理念其实还是有所不同的 能力最强成就最高的是张辽和脏霸 但是脏霸屯于开扬一带 显然一方诸侯 和吕布更多的是合作关系 魏旭 宋贤 侯成三人并周军出身算得上是吕布的嫡系 但是背叛吕布的却也是这三人 郝蒙和内人应该是吕布客居和内太守张阳时招揽而来 陶信是徐州本地人 可以说八剑将中个人来历不同 派系不同 不过要说到骁勇善战 除了张辽和高顺之外 八剑将中最不起眼的成连算得上是一个 此外还有一人虽然不在八剑将之内 但是骁勇开与成连匹敌 此人就是魏旭缺乏更多史料 也许和魏旭有一定关系 为何说成连和魏旭两人骁勇 后汉书吕布传记载 少语布鸡张燕于成山 燕京兵万余 其数千匹 不成欲两码 后曰赤兔 能直成飞茜 与其间将成连 魏旭等数十其持突燕阵 一日获至三四 皆斩首而出 连战十余日 碎破燕君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 燕京兵万余 其数千 长与其亲近成连 魏旭等献风突尘 碎破燕君 由此可见 成连和魏旭 可能是吕布的近卫 吕布冲锋县阵两人是跟随在身边的 其他人则可能是统兵大将 成连在吕布兵办后被曹操擒禽获 三国志记载 大破之 获其肖将成连 作为吕布亲魏很可能和高顺一起被杀了 魏旭则是下落不明不知所踪 作为吕布兵